今天下午有消息报道说 俄罗斯民航局宣布 瓦德纳的老板普里格金 以及军事指挥官乌特金 乘坐的私人飞机坠毁 而机上的10人是全部遇难了 另外还有一个消息 就是说俄罗斯的通天军司令 苏洛维金也已经被解除了职务 那黄老师先请教您 这是不是意味着普京所谓的 清理叛乱和参与叛乱的军队 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 它会有什么影响 对 现在普里格金 在空难当中的死亡 现在消息已经被证实了 一开始都只是繁衍 那后来塔斯社 然后各个西方的外电 陆续的刚刚你也提到了 俄罗斯民航当局已经证实了 那大家觉得很突兀的原因 因为两天前才看到 普里格金还放了一个视频 说他穿着迷彩装 站在沙漠 那虽然没有指明他在哪里 因为他讲一句话说 瓦格纳在非洲会让俄罗斯更强大 所以当时大家认为他可能已经到了非洲 结果没有想到现在居然是在 这个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四人飞机的这样子的 而且这个飞机现在看起来好像是被一个防空系统的设计 所造成的一个空难 所以这个大家造成很多的疑问 那么第一个当然想到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空难 为什么发生这个空难 那么这个拜登总统今天也被问到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么他说他并不惊讶 虽然他不清楚事情的真相 因为他说在俄罗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好像都跟土丁都是幕后的推手 然后我们看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已经立刻跟俄方的对口通话 那么华尔街日报说 这个美国主要是传达说 这个事情美方跟美方没有关系 那么把它看作是俄罗斯的内部的一个事情 好 那么就算它单纯是一个俄罗斯内部的事情 那么这个可以讲说将来应该说它所造成的影响 那么我想还是很大的 那么首先第一个 就是说当初六月份的时候 这个瓦格纳发动了这一个一日兵变 那么事后的结果发展 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因为后来这个普里格金 他并没有跟过去我们所认为的兵变之后失败 或者是投降 那么而造成了被逮捕甚至等等 他的行动甚至没有受到太大的一个拘束 但是已经有非常多人在讲说 这个普丁不可能就这样放过他 那么现在发生的同一个时间 这个所谓的他的这个瓦格纳的原来的一个实质的一个领导人 这个苏洛维基已经被解除了职 而这个普里格金又发生了空难 那么几乎就坐实了这个普丁对叛徒的一个处分 但是这样的一个处分 那么也许是基于他内部统议领导上权威建立的一个需要 但是对俄乌战争我觉得它是有影响的 它的影响应该说来自两个方面 那么第一个 这个在目前在乌南地区 特别是在原来瓦格纳 所这个已经攻占下来的乌克兰的这个领土的这个地方 那么在兵变之后 他们是还是继续回到原地 一部分的部队 那么现在两个主要领导人都不在了 除非普丁短时间内就能够立刻建立一个新的领导体系 不然的话这一支战役势必没有办法在俄乌战争继续发挥作用 那么第二个呢 一部分的瓦格纳的这个部队已经到了白罗斯去了 那么而且一度呢 因为白罗斯在跟这个波兰的边界非常的靠近 那么这个瓦格纳部队的操演 让波兰非常的紧张 连带了这个北欧的这个三小国 他们也都非常的紧张 北约还因此要关注到 那么现在发生的这样的重大的空难 跟这个苏洛维京被解职 那么这样的一个在白俄罗斯的这一部分的影响力 是不是还存在 这个我想也是 也就是说跟乌克兰战争 俄乌战争有关的 一个是这个白俄罗斯这边的大概西北边 另外乌南地区 这两个地方啊 现在似乎原来瓦格纳扮演的一个角色 似乎会淡化掉 但是另外呢 我们还要关注一个比较长远的影响 就是瓦格纳原来在非洲地区有广泛的影响力 那么它成为俄罗斯插足到非洲 势力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队 那么现在在这个普里格金 空难死亡了之后 苏洛维京又被这个解职 那么接下来俄罗斯在非洲 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能量 那么如果俄罗斯在非洲的势力衰退 那么中国的角色在非洲地区 因为中国现在跟非洲的这个 这个经济各方面的这个关系 非常的密切 而且中国事实上已经也有一支 这个变相的一个这个武装力量 在做这个他的一个违安的事情 所以可能一个比较长远的影响 是在非洲地区会不会有出现 一些国际势力的一些变化 那黄老师您觉得 它对于俄乌战场会有什么影响 特别是对于俄罗斯军队 您觉得普京这个做法 如果说他是幕后真正推手的话 他对于俄军是会更加凝聚军心 还是可能会让一些军队 就是在打仗上会涣散掉军心 因为毕竟这个空天军的将军 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 对 这里面 因为我们看到当初六月份的时候 普里科金他的这个政变 他指向的是俄罗斯的参谋长 跟这个国防部长 但是兵变结束了以后 普丁并没有撤换掉 那么邵伊古这个国防部长 甚至还代表普丁到北韩 去出席一个重要的这个活动 那么所以当然从个角度来看 普丁可能原来他留这个瓦格纳一条生路 这个普里科金一条生路 他可能还想玩两手 那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以后 不管是不是普丁背后的操作 但这个结果我想普丁比我选择 一定要更加的依赖原来俄罗斯国防的系统 那现在就看 因为之前俄军 那么在除了瓦格纳以外 俄军原来的系统 在这个俄乌战争当中的表现 这并不好 那这到底是俄军本身 已经品质低劣 还是说原来俄军 对于瓦格纳的另外的一种 相对的一种变相的一种表态 就是说你这么依赖瓦格纳 那你就依赖他 我就做做样子 现在我们并不清楚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刚才讲到说 瓦格纳出了这个事情之后 我也讲到说 除非普丁 他已经有建立一个在瓦格纳的 所谓的领导体系 那么已经能够重整军股 不然这股力量的确会衰退 而这样的衰退了之后 当然在战场上 我刚才分析 那么包括在西北边 包括在南边 这可能都会有影响 所以我们后面 真的还要再来继续观察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变局了以后 那么俄国的军方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势 因为现在看起来 这一段是一年多来 俄国他想要用有限的征兵的方式 来打这个仗 现在看起来是很困难 有非常多的俄罗斯人都跑走了 那么被强迫征兵的 现在能不能够成为极战力 这些都还需要有待观察